在山东威海市 张某和妻子结婚两年了 去年孩子出生 妻子要求张某上加他的工资卡 因为张某平时花钱大手大脚 怕孩子出生后 入不复苏 张某上加工资卡后 妻子每个月 给张某1000块钱的银化钱 威海一名律师认为 没收工资卡 限制消费 对他的生活造成影响 让张某感觉被控制 伏机关机因此受到影响 这就是家暴了 看了一下评论区 大家的意思是 1000元给多了 今日挤兰一篮子 把工资单车 从河边护栏处扔下河 单车衣服被单车勾住了 所以跟着车一起下去了 摔到了落差3米的水泥地上 造成了鼓鼓骨折 然后因为躺的位置隐蔽 而且还是大半夜 一直躺到第二天凌晨 才被发现的 然后被送往医院 不知道该说什么 大家骑工资单车的时候 注意红绿灯 11月24日 张学友演唱会 忽然横扬站 一个网友拍了这样的一段视频 我们来感受一下 来的礼貌不是尴尬的笑吧 哈哈哈哈 去外媒4月25日报道 在日本兵库县 一对同居恋人 女方23岁 男方49岁 女方因为去前 把男方受伤了八张奈叶 刚知念经术师 等会开封 动画DVD卖掉了 男方发现后 就立马报警了 女方因为涉嫌盗窃 而被逮捕 男方说 这一DVD是他最重要的东西 苏州一对新婚夫妻 去美国 北曼尼阿拉群岛 都蜜月 玩福钱的时候 新娘的手机 不小心掉下去了 后来一对也在那里玩 福钱的北京老夫妻 在水草丛里 捡到了这个手机 看到手机平保 是一对中国夫妻的婚纱照 觉得应该有纪念意义 于是把她带回国 寻找世主 最终联系到了 这对新婚夫妻 对环的手机 蓝角进来捕食的时候 会在离水面 三四米高的地方飞行 一旦发现猎物 就会受龙翅膀 头朝下 像流星一样砸入水里 入水时的巨大声响 能把水面 以下1.5米左右的鱼儿震晕 助军 到了中午的 提升系统环节 好了 今天下面只会看到快报了 上机是179期 然后你才第一次在中午课